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需要单独祷告 并思考他在地上要做的事 所以他去到了旷野里 他近时祷告了四十天 每时每刻都在向天父祷告 四十天后 撒旦突然出现 撒旦知道耶稣现在又饥饿又软弱 所以他就对耶稣说 如果你真是上帝的儿子 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 撒旦当然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受洗时 上帝已经称耶稣为他的爱子 现在如果耶稣行了这个神迹 就表示他怀疑了上帝的话 况且耶稣是不会为自己行神迹的 他行神迹只是为了救别人 耶稣从小就学习到圣经的话 当撒旦说 把石头变成食物时 耶稣想起他曾经学习过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他回答 那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上帝已经亲口说耶稣是他的儿子 那么他就不必去证明 耶稣希望撒旦能够知道 信靠和顺从上帝比食物更加重要 耶稣知道上帝会及时供应 他所需要的食物 接着 撒旦带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 撒旦将耶稣带到圣殿最高处 也许这是祭祀站着吹号 告诉人们来敬拜的地方 如果你真是上帝的儿子 撒旦阴险地说道 就跳下去吧 圣经说过你的天父会掺险他的天使来搭救你 天使会拖住你 不会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没错 这是真的 上帝曾经应许他的子民 他会拖住并保护他们 但耶稣知道 他不应该故意把自己放在危险中 他也不想滥用上帝给他自己的能力 来救自己 所以他是不会跳的 经上也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 耶稣回答道 撒旦最后还要尝试多一次 撒旦把耶稣带到一个很高的山上 把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指给他看 对耶稣说 跪下来拜我吧 我可以把这一切全赐给你 撒旦在说谎 他并不能把这一切给耶稣 因为这些都不属于他 这世上所有的都是属于上帝的 撒旦知道 耶稣一旦向他下拜 耶稣就不能拯救这个世界了 所有人就会永远失丧 撒旦退去吧 耶稣命令说 经上记者说 要拜主你的上帝 唯独侍奉他 撒旦就离开了耶稣 直到耶稣只会单单敬拜上帝 撒旦离开后 天使们来与耶稣同在 他们为耶稣提供了食物和水 并安慰他 耶稣是如何抵挡撒旦的试探呢 因为他常读圣经 并且思考上帝的话 在安息日 他会到圣殿去敬拜上帝 而且他常常祷告 他其中一个祷告 就在约翰福音17章 敬拜上帝使他得力量 你也能在敬拜中得到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